星期一,超過2,400名Kaiser Permanente 的心理學專家、治療師、 社會工作者和其他精神衛生工作者開始無限期罷工 以抗議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人員短缺情況。 進行罷工的員工在洛杉磯、廠原 和San Bernardino等地的Kaiser建築外建立了示威線。 代表這些員工的國家醫療員工聯合會表示, 正在與這家總部位於屋蘭的醫療公司談判新合同, 要求Kaiser僱用更多員工以減輕燃有員工的壓力。 Kaiser則表示,儘管已提出強有力的建議, 但工會在談判中一直拖延,並指責工會的提案,過於誇張和不合理。 據悉,這次是Kaiser員工在2年內的第二次罷工。 2022年,北加州員工也曾進行了為期10個星期的罷工。 最終Kaiser同意減輕員工在有限就審時間內工作的壓力, 並改善人員配備。 THRs 記者 編輯報導